嗨,大家好,我是阿美 台风就要来了 所以刚好有流水 我们过去那边,红树林这边看一下 待会有什么可抓的 走,出发了 现在已经到红树林了 我们现在装进去 装进去找那个螃蟹 可能台风就要来了 那个螃蟹的话不要多 我现在在红树林中间 发现了一口井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 我们过来这边看一下 看到能不能尝到一些海货 你看这里面的水很深的 哇塞,还有一些小鱼在里面 我们先从边缘找起吧 诶,这东西 哦,不是 快来的 诶,有东西爬过诶,看到没 应该有货 那,这样爬,爬,爬 有点现那个螃蟹哦 看到没 抓的 抓的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嘛,这里喷水耶 看到吗,这里喷水耶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弄一下 不是哦 我也在这里 诶,真的有货耶 真的有货哦 哇,你看这个钳子 看到没 在这里 呦,漂亮 漂亮 哎呦,哎呦 哇,好凶 哇,粘住了 这个是云泥来的 哇,这个可以 你看,漂亮 它是躲在里面避台风吗 这个我们先把它放在桶里面吧 待会再绑一下 要洗一下的 太脏了 诶,松干,松干,松干 看到里面有没有换 哇,磕磕的声音 哇,这里又有一只 看到吗 哇,这个可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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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可以 看到吗 这个漂亮 又有一只 两只了 你看 这里也有一只 我们先拿绳子把它绑好 待会的话再找一下 把里面有没有 因为你放在一起的话 很容易打架的 谢谢 你看 一巴掌这么大 那个蟹钳的比我手腕很重 两斤多 这个 因为我们这边的红树林比较大片 所以这边的青蟹都是很大个的 再绑这个 再绑这个 我们再找一下 先把这两只 这样我放在桶里面 可以 你看 都把桶里张满了 看到吗 都把桶里张满了 我现在再找一下 没有的话 我去别的地方看一下 看一下 看到这应该是蟹堆来的 一下子就抓了两只 哇 这也是磕磕的声音 哇 这个 看到没 又有一只 在这个坑里面抓了三只了 有没有 再找一下 哇 这个淤泥比较深 先把这个 夹上来先 哇 这个漂亮 夹到这边来先 哇 都是大家伙来的 你再在这边 再找不到 没有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绑好先 现在我们把这只螃蟹夹到这边 夹到新鸡 把这个桶里面两只的 哇 哇 这么深了 你看 你看我的脚 哇 哇 好深了 这个淤泥 洗一下 现在拿绳子把它搬好 已经帮它洗澡了 过来 过来 没办法 太深了 哇 龙树林这些都是淤泥地的 啊 快来 哎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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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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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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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过来海草堆 这边看一下 这里这里这里 看到吗 一只大青稀窝在这里 还露出来了 可能出来觅食的 你看它嘴巴在动 看到吗 一放到小鸭小虾过来的话 就这样洗一只它 把它放在嘴巴里面 看到没 哇 你看它嘴巴 看到嘴巴 看到没 看到嘴巴 哇塞 漂亮 现在把它夹出来一下 哇 你看它嘴巴 好可爱哦 看到没 很多网友的话没有经过盘戏吃东西 你看它嘴巴 嘴巴在这里 看到里面 在动 真的在动 现在我们把它夹起来先 把它用绳子把它绑好先 哇力气好大 松开 松开 这样夹的 今天都是大个头 今天都是大个头 这是今天第五只青线了 现在把它放在桶里面 现在把它放在桶里面 带我们过来这边看一下 这个也是淤泥地 现在的水慢慢的推下去了 摄影师你看到吗 这里有什么 嗯 什么啊 哦 青线吗 对 这只大只 这只青线好大只 哇 你看就窝在这里 现在可能是台风要来了 它出来密实的 还没有躲回来 这个青线应该很好吃 你看它 哇 今天发财了 抓了这么多 蟹钱这么大 松开 不到力气 哦 哦 夹到这里 很力气很大的 它不肯出来啊 它那个脚啊 呦呦呦 先夹我 哇 先夹我 刚才被它那个蟹夹弄花了 这里 看到吗 弄花了 不过没事 啊 松开 它爪子很大力气的 你看 哇 力气好的 我一个手都抓不过来 看到吗 这个个头 也是两斤左右 现在我们把它洗一下吧 来到这里 这里的水 比较亲切一点 洗一下 你看嘴巴还在动 看到没 老青蟹来的 你看这个蟹钱 好大个 现在我们拿绳子把它绑好 我的桶还放在上面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满满的一桶大青蟹 这里都是被那个台风打成这样的 这个红树林 连根拔起 刚才也在红树林这边找了好久 没发现什么 不过今天的收获还可以 抓了七只大青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安眉的视频 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 下期见 拜拜 回家了 拜拜